反风貌雪潮遇上了郑南荣逝世25周年 让台湾重新省思民主的珍贵 接下来的专题我们要带您实地走一趟郑南荣纪念馆 在这里完整地保留了当初知识分子为争取言论自由 自焚抵抗的现场 也成为现在启发中国民众的台湾民主新景点 几十坪大的民房 这里是郑南荣纪念会馆 玻璃柜内整齐的陈列二十多年前 冲破台湾言论自由禁锢的刊物 不过自从1989年4月7号后 杂志外就包上了黑色封面 来悼念抵抗强权 自焚而亡的杂志社负责人 电焊要烧那个铁门 所以一场乱的时候 郑南荣其实已经进去了 然后把他的女儿竹梅交给邱小姐邱美 带出来 他马上关起来 其实那时候就应该就点寒了 还原警方围堵的那一刻 人权文史专家兼设计师 曹清荣在事发现场 细细解说郑南荣事迹 刚解研的台湾 郑南荣创刊物 主张平反二二八与百分百的言论自由 不过后来他却被冠上了涉嫌叛乱通气 但郑南荣抵死不从 整整七十一天都没有离开杂志社 奉台湾高枕法院检察官的命令 会从里长来执行机体 郑南荣先生 事后知道说 很多东西政府都准备好 譬如说对面上面有监控 我们才会看到当天的录影带 楼上已经有人进来进驻 他是用保险公司的办事出的名义 其实都是情职单位的人 这种情况下 我们现在会想说政府有必要 用那么大的精锦力量来 对出这样子的一个评评 无情烈火 留下了这间较黑编辑室 里头肉眼可辨析的 有堆底的名片 残破的床架 以及这块曾与郑南荣合照的匾额 争取言论自由 维护人权尊严 刻印一字未减 另外一个角落 放的是郑南荣温馨家庭照 还有一幅女儿送给世事爸爸的手绘图 充满人性冲突的展品 震撼了许多前来参观的中国知识分子 甚至有个先生跟我讲说 他不知道他以后会不会像郑先生这样做 我说同学你稍等一下 这个问题不能跳跌这么快 我说人的生命是非常宝贵 那我们今天来这里纪念馆 应该是了解郑先生作为一个普通人 他也做了很多事情 他并没有很多政治算机 很理想性的 很单纯的想这个对就去做 那我们连结来讲 一个社会如果能够到达这样的境界 就会有更多郑南荣 那社会可能集体会更进步 相对于中国是不是也应该有这样的期待 1989年的台湾 留下了郑南荣抵抗强权的痕迹 而在共产中国的1989年 似乎是一段不能提起的空白 当你知的情侣被猛逼很久 等于就是被谎言猛逼 当你在外在世界 有这些不同的东西 遗留让你了解 你就会发现说 你应该要重新去了解这个世界 他们会想到说 台湾为什么可以走到这样子 那其他华人社会 香港也好 澳门也好 中国也好 或其他地方 甚至新加坡 这种来对比就产生了一些 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 走出馆外 电线杆挂了自由巷的牌子 指引着信仰人权自由的游客 在安静的深幽巷弄里 摇关正值共产党全斗白热华下的 中国变局 曹清荣看到了中国百姓的转机 最重要是缺少信心 当人民都各自有很大的信心 对未来有一些民主的想象 可能这样对你呢 卸除你对很多事情的恐惧 是有帮助的 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国以后 死了多少人 那个在网络上非常清楚 一次一次的运动 几千万人 那我们对这几千万人没有感觉吗 没有感受吗 自由精神不死 由于靠近两岸直航的松山机场与捷运 纪念馆吸引越来越多的大陆知识分子造访 也深思这段被民主台湾 冠上焚而不悔的强权抗争历程 是不是也会在当前的中国 找到升值的土壤